房地产投资不是让你交更多的税 而是省更多的税 做长租房能够让你省税 但是你知道省税之王是谁吗 那就是短租房 现在有一个时间节点 2022年的年底 如果你要做短租房的话 你希望在2022年底之前把它做起来 这样的话你能够省最多的税 我们来说一说这是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在经济诡诀多变的当下 你究竟该如何投资理财 你知道很多人都在思考相同的问题 8月19号到21号 我们告诉你答案 访问永明live.com报名参加 我是北美决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的萨斯州向你问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 只讲那些能够让你赚钱的事情 所以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一边 让更多人看到帮助到更多的人 在所有的投资当中 房地产是最具优势的原因之一 就是你能够获得很多税务的优惠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去投资股票 你拿到分红或者是股票赚钱 你把它卖掉 这些利润你能够省税吗 你没法省税 你投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翻了一倍的价格 你把加密货币卖掉 你确实赚了钱 但是你能够省税吗 你没法省税 房地产不是让你交更多的税 当你做的对的时候 它让你省更多的税 我们很快会来讲一讲 是怎么做到的 在这个地方 我想先提示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2022年底 如果你想要做短租房的话 你希望你把短租房在2022年底之前设置起来 这样你能够省税 省多了去了 我们很快会来讲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 长租房是怎么帮你省税的 只有当你理解了 长租房是怎么省税的 你才能够最大程度的理解 短租房为什么是省税之王 长租房指的就是 你买了房子 把它出租出去 每个月收租金 你跟人签的是长的租约 半年一年这样的租约 你是把这个房子 长期的出租出去 长租房非常容易理解 对不对 那你每个月收到的租金 在税务局的眼里面属于什么收入呢 属于被动收入 好 这个概念非常的关键 先记住被动收入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呢 当你持有长租房的时候 你是可以对它做税务上面的折旧的 这个跟房价上涨或者是下跌没有关系 它是按照一定的年份来做折旧的 住宅地产呢 就是27.5年 那实际上 当你去做了折旧之后 你很容易做出来 每年的你在经营上的一个亏损 它是一个纸面上的亏损 你每个月仍然是有租金 仍然是有现金流的 但是呢 在纸面上你去报税的时候 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这是非常容易做出来的 你只需要去算一算账 就会发现这一点 那好了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规则 注意听 你的被动亏损只能够用来抵消你的被动收入 什么意思呢 这个长租房给你带来了被动的亏损 这个长租房也给你带来了被动的收入 被动收入是什么 刚才咱们说了 是你的租金收入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被动亏损是可以抵消你的被动收入的 所以呢 即便你在这个房产上是有收入 有现金流的 最后你很可能做到不交税 但是呢 它不可以用来抵扣你的主动收入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满足一些特别的条件 今天我们不展开讲这个特别条件 那我们假设说一个房屋的折旧一万五千美元 你的房租收入一万美元 好了 那是不是你这个一万美元就可以不用交税了呢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有另外的工资收入十万美元 那即便你还有五千美元的折旧 没有抵扣掉 这五千美元也不可以用来去抵消工资收入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概念 长租房 它是这么帮你来省税的 但是它的限制在哪呢 就是被动亏损 只能够抵消被动收入 不可以抵消主动收入 而短租房是可以突破这一点的 这是我们讲的短租房 为什么它更加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短租房的收入 不但可以抵消你的被动收入 它还可以抵消你的主动收入 假设说 你有一栋房产 它的价值是一百万美元 你把它做成了短租房 那常见的 你知道可以做到一年在纸面上亏损多少吗 常见的可以做到二十到三十万美元的亏损 当然每一栋房子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地方讲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具体你的房子是什么情况呢 要由专业人士来给你做计算才知道的 那这二十到三十万美元的亏损呢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是可以抵消你的主动收入的 假设说你的主动收入的税率是37% 那三十万就抵消了多少呢 就帮你省税省了11.1万 是不是省了非常多 这就是那些高收入的人怎么少交税 甚至不交税的 那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其实利用了三个方面的规则 第一呢 是房子本身的折旧 在经营短租房的时候 它被看作一个生意 被看作一个商业地产 所以它的折旧的年限和你去做住宅 做长租房是不一样的 它是按39年来折旧的 而不是27.5年来折旧的 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的折旧是更少的 帮你省税是更少的 但是别着急 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 这个房产里面的设施设备 比如说你做短租房 你要进家具地毯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些物品呢 是可以按照五年 或者是七年来折旧的 第三呢 就是地上的建筑 比如说篱笆 是可以按照15年来折旧的 这就做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叫做成本分离 英文呢叫Cost Segregation 你把这个房产不同的部分 按照不同的年份来折旧 而不是全部统一 按照39年来折旧 那更好的是 你知道现在呢 税法有一个政策是什么 就是在2022年之前 你可以获得一种折旧 叫做额外折旧 Bonus Depreation 什么叫Bonus Depreation呢 就是以往你看 我们在折旧设施设备 折旧地上的建筑的时候 按五年七年十五年来折旧 那你每年都只能折旧 其中的一部分 百分之多少 对不对 按五年的话 就是一年折旧20% 但是现在的这个额外折旧的政策呢 让你可以在第一年 注意是第一年就按百分之百来折旧 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到2022年底就会结束了 2023年就不会让你按百分之百来折旧了 而是按百分之八十 然后到2024年是百分之六十 每年百分之二十递减 直到2027年为零 这样的一个政策就会结束掉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税的话 现在还有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把你的短租房设置经营起来 你是可以省很多很多的税的 那我们刚才咱们讲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所谓的符合条件 你可以做到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额外折旧 那怎么样符合条件 究竟符合什么条件呢 当然税务是非常复杂的 这些条件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具体的去咨询你的税务师 但是在这里 我想要去讲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你这个房产必须是短租房 对不对 那其实在税务局的眼里面 你这个房子是否短租房 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 它有几条不同的标准 你满足其中一条就可以了 但是通常来讲 短租房的经营者是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第一就是在一年当中 你这个房子的平均出租时间 是在七天以内的 不是说你不可以一次性出租七天以上 你可以租八天九天十天 但是平均下来要在七天以内 或者第二种情况就是 你的平均出租时间是在三十天以内 但是同时附带服务的 比方说有佣人的服务 别人来你这儿住这个房子 不仅仅是你给他提供了一个住所 你还给他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更多的情况 我相信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 就是平均的出租时间在七天以内 好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你这个房子就属于短租房 第二呢你需要考虑的一点呢 就是你为了获得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 税务上面的优惠 那么你必须通过一个测试 叫做主要参与 这个测试呢英文叫做 Materially Participation 它有七种不同的可能性 你满足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 但是呢对于短租房的经营者来讲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最流行的是哪一种 那就是你一年当中参与经营这个短租房的累计时间超过100个小时 并且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这里有两个条件 第一呢是100个小时 它指的是你亲自参与经营 但是要扣除掉路上的时间 比方说这个房子距离你家三个小时 你过去三个小时 回来三个小时 你说我是不是把路上六个小时也算进来 对不起这个六个小时是不可以算进来的 如果能算进来的话 这100个小时就太好满足了 但是即便不能够算路上的时间 这100个小时一年下来 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更难做到的 其实是后面这半句话 就是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什么叫其他任何人 你这个短租房是不是会雇人清洁工来给你打扫 雇人请维修工来维修 或者是请管理员来给你做管理呢 你要比他们任何人 花在这个房子上面的时间都要多才可以 比方说你要跟清洁工确认 他每一次清洁平均是多少小时 一年算下来 他必须比你花的时间少才可以 这当中可能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管理员 因为我们很多人呢 是会委托管理员或者是管理公司 来做这个短租房的管理的 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 在税务局的眼里面 基本上一定会判定说你不是主要参与 那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有几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就是 你干脆就自己来管这个短租房 当然这个可能是最不现实的一种做法 因为很多人说 我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精力 没有那个经验去管理 那还有一个推而求其次的方法 就是第一年自己管 然后后面呢 就找管理公司来管 为什么第一年自己管呢 你看当你符合条件的时候 你在第一年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折旧 后面反正你也拿不到更多的折旧了 所以找谁管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第一年符合条件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第一年自己管 还有第三种思路 就是如果你既有长租房 也有短租房的话 你可以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这是税法上面允许的 把它们合并在一起 作为一个活动 而不是多个活动 来计算你的时间 这样可能你更容易满足时间上面的要求 刚才我所说的 这都是一般性的普遍的情况 那具体到你个人 你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那你应该咨询你的税务 是以上咱们说的都不是 针对你个人的税务建议 如果你符合了所有这些条件的话 那么你在2022年最多的时候 是可以抵扣27万美元 如果是夫妻俩联合报税的话 是54万美元的限额 没有用完的部分 可以延续到下一年 其实有这个限额 甚至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美国的税率 它是分档的 你先抵扣的是交税最多的那部分收入 后抵扣的是交税少的那部分收入 所以今年你有限额 那么你的这些亏损 没有抵扣完 你可以延续到下一年 那在下一年 它去抵消的仍然是你交税最多的那部分的收入 所以这样其实还是一个优势 是一个好事 那前面咱们讲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房地产投资 是不是特别的在税务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呢 很多人在看待房地产投资的时候 只去看说我花了多少钱 然后我拿回来多少钱 我的收益是多少 哎呦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怎么这么低 他没有看到其他维度的这些好处 当你把其他这些维度算上的话 你会发现房地产是最好的投资 没有之一 那些富人 他们是怎么做到不交税或者是少交税了 那一定是用到房地产的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以上这十几分钟的内容 让你已经有收获的话 那么一定要来参加我8月19号到21号 连续三天的直播赚钱大会 我会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跟你分享更多美国房地产投资的策略方法 那些能够让你赚钱的事情 我讲的全部都是这些 所以你一定要来 对了 补充一句 那就是我们的赚钱大会的报名网址是什么呀 永明live.com 现在打开我们的官方网站永明live.com 就可以立即预约你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是有限的 现在预约8月19号到21号见 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收获的话 在视频下方留言说 黄永明你是神奇博主 在我们的留言当中 我们会随机的选出幸运的观众 赠送美元的现金或者是礼品卡 或者是我们的书籍和课程 祝你好运 也期待在我们的赚钱大会上见到你 在下一节视频 我们下方的这条视频当中 我会更多的来讲解 在美国如何正确的理财 只有当你掌握了这些 你才能够更加轻松的掌握你的位置 点击视频下方的那个视频 我们来讲一讲如何理财